欢迎进入iTraining美国地产学校insider小知识课堂 犹太人是纽约地产的大亨 连华部和法拉盛都有很多犹太人地主 华人和犹太人一样聪明 也偏爱房地产 但是犹太人了解把税表报得漂亮的重要性 而华人缺乏报税的知识 倾向于低报收入 商业地产和住宅地产不同 对某些人来说 商业地产也许是很好的投资 但风险高于住宅地产 所以大多数人倾向住宅投资 虽然房地产可能是不错的投资 但是你需要有房产投资的分析能力 若是能组成一个专业团队 就可以避免陷阱 增加投资房地产的成功几率 这个团队可以是临时组合的 但要包含一下专业人士 1. 消息灵通的房地产经济 房地产经济是这个团队的主要人物 2. 灵活的贷款经济 以前管制宽松 贷款容易 但现在法令严格 贷款不再容易 一个精通贷款的伙伴 了解你的财务税务情况 与你走过整个复杂的贷款过程 并能解决潜在的困难 是你成功买房的最重要的条件 若能帮你争取到最低利率 更能增加你购房获利的几率 贷款经济和贷款银行不同 贷款经济帮你寻找不同的贷款银行 而贷款银行决定是否合准你的贷款 贷款经济会帮助你通过各种途径 取得银行贷款 例如 提出对你有利的资料 说服银行借款给你 你的税务师最好有注册会计师执照 CPA并有房地产投资经验 如果有贷款经验最好 如果会计师自己投资房地产 就更了解房产投资要注意的事项 会有实质的帮助 房地产会计师有许多特殊的专业知识 能提供敏锐的建议 既能帮你省税 也能帮你赚钱 4.可信任的房地产律师 购房过程常常会冒出来 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甚至是陷阱 尤其是当购买法拍屋 foreclosure和减价屋short sale时 律师在你谈判过户中 帮你避免麻烦 好的律师会帮助你避开陷阱 节省许多费用 5.可靠的装修师傅和承包商 好的装修师傅和承包商 可以帮你解决房屋的具体问题 建议你通过朋友推荐 6.如果可能 你的团队还需要好的业房师 保险经济 物业经理 估价师 过户人 代管员 有经验的指导者 好的业房师 不仅可以发现房屋的重大问题 而且还能够以此为理由 而压低价格 一旦买下投资房产 如果你不希望管理房客 就要请人来管理 因此物业经理就起很大的作用 iTraining Real Estate School 美国地产学校 期待大家的持续关注 点赞 转发 每周为大家带来美国最新资讯信息 财快地产知识 地产执照课程了解 可去到网站 www.itraining.nyc iTraining与您一幕相伴 点赞